大家好,我是Amy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銀行 在我做財務規劃顧問的過程中 其實最常多人問我的問題 其實就是 到底應該要跟哪家的銀行往來比較適合它 可是其實銀行有非常多種 而且這也不是一概而定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來拍一集 好好的解析給大家 關於各種銀行的類型 然後還有你適合選擇什麼樣的銀行 作為自己的往來庫 這是一個關於投資理財 與自我成長的頻道 如果你希望每週只花10分鐘 就能提升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喔 那我就開始了 首先我們來聊聊 如何選擇自己的銀行之前 我們先來瞭解什麼是銀行 基本上其實銀行是屬於特許行業 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是屬於政府高度監管的一個行業類型 主要管轄的單位 就是我們常常聽見的經管會 所以金融相關的法規 就相對嚴格許多 那如果你不是銀行的話 其實你是不能讓別人 在這裡充款或者是換款的 通常銀行的獲利模式 有兩種 一種就是所謂的商業銀行 那它的獲利模式 是透過放貸來獲利 也就是說它藉由貸款給民眾 然後賺取利息 是它主要的收入 那第二種類型 就是所謂的投資銀行 他們主要獲利的模式 是透過協助客戶理財 或者是投資 還有就是協助一些小型企業或中型企業 可以IPO順利上市來賺取他們的利潤 那這就是所謂的投資銀行主要的業務 這一集主要分享三個重點 第一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銀行 第二對銀行穩定往來的主要優缺點 然後第三台灣主要我們常見的銀行的類型 是屬於哪一種 然後它有哪些主要的特色 第一點我們要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銀行 我自己選擇適合自己銀行的標準 其實是透過自己的用途來判斷 假設說這是屬於生活費帳戶的銀行 我就會選擇 不用太多手續費 比如說它在7000或者是全家 或者是郵局 或者是一些比較常見的地方 有很多的ATM的銀行 那就會是我優先成為生活費帳戶的銀行 因為生活費帳戶 我可能會比較常需要提款 那我想要節省我的手續費 那就會選擇這樣子類型的銀行 那如果是屬於我想要拿來做訂存儲蓄存 目想基金的銀行 那我就會選擇一些儲蓄率比較高的銀行 如果是我想要拿來投資的銀行 那我就會選擇一些投資手續費 相對低一點的銀行做我的選擇 那第二個呢 與銀行穩定的往來到底有什麼樣的好處 為什麼常常有很多的理財專家都強調說 要找一家主要的往來銀行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你跟很多家銀行往來 可是你的資金非常的分散 那每一家銀行都不是太了解你的財務狀況 所以當你需要貸款的時候 他們可能很難就貸款給你 原因是因為他們對你的了解非常有限 再加上你在那些銀行的資金並不高 可是相反的 如果你把你的主要資金集中在 特定的某幾家銀行 那因為你主要的往來資金都非常的集中 所以金額就會相對較大 那他們對你的金流進出也比較有把握 所以如果需要做到貸款 或者是相關的業務的時候 銀行也比較放心的願意把錢帶給你 所以像我自己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自己只有郵局的賬戶 那郵局是屬於中華郵政 那因為非常多的姐妹勸我說 如果未來我想要買房的話 我最好要有主要的往來銀行 那因為當時我的海外所得比較多 所以我的主要往來銀行是花旗銀行 後來我聽到很多朋友說 他們跟本土銀行的往來 得到比較多的地率的優惠 所以我後來就開始固定的去找 比如說富邦或者是玉山銀行 或甚至是台信銀行 作為我主要的往來銀行 那這些主要的往來銀行 他們就可以在我需要貸款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的學貸當初是富邦銀行的學貸 那我的第一張信用卡 也是富邦銀行的信用卡 因為他們發現我有準時的清側我的學貸 所以我就很順利的辦下了我的第一張信用卡 也因此未來我想要在別家銀行升級信用卡的時候 也會輕鬆很多 然後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銀行的幾個主要特色 那其實我們先來瞭解一下 銀行大概有哪些種類 第一種就是所謂的央行 央行其實我們把它想成是銀行中的銀行 因為我們平常是把我們的存款放到銀行 但是銀行跑去跟誰提款呢 那可能就是去找央行了 那央行也是去管轄 台灣的貨幣政策的一個主要的單位 那我們一般民眾比較不會接觸到央行 所以我們現在來談談官股銀行 有時候有人會稱它為公股銀行 原因是因為呢 它的銀行的股份當中有大多數是由政府持有 我們常常會聽到的八大行庫呢 就是所謂的公股銀行 那八大行庫有哪些呢 其中包含了台灣銀行 土壁銀行 合作金庫 趙鋒銀行 滴銀行 華南銀行 彰化銀行 跟台灣汽銀 然後因為政策的關係 所以政府呢 有刻意要讓這些銀行專業化 所以你可能會有發現一件事情 比如說 台灣銀行可能是唯一有實體黃金的銀行 那趙鋒銀行呢 可能是台灣銀行界的外匯榮頭 那土地銀行呢 顧名思義 它好像是由土地起家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土地向後的貸款 去土地銀行可能會相對簡單 台灣汽銀呢 其實它的全名叫做 台灣中小汽銀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你是屬於中小企業或企業貸款的話 台灣汽銀會相對的友善許多 那第三種類型的就是所謂的民營銀行 那民營的銀行呢 包含了比如說我們常聽見的 中國信托 國泰世華 台北富邦 玉山銀行跟台新銀行 還有永豐銀行 那還有其他我們也提到的 其實也大部分都是民營銀行 這些銀行呢 有一些各自主要的特色 像是玉山銀行呢 它在第三方支付就耕耘的比較深 比如說像我們知道所謂的 PayPal跟支付寶 這些東西它都有做完全的整合 那台新銀行 我們可能常聽見我推薦的那個Reach 他們在數位銀行的部分也耕耘的比較久 那永豐銀行呢 最近也推出了像所謂的 永豐大戶卡或數位銀行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民營銀行呢 他們的腳步在數位化這件事情 會走的比較快 因為民營銀行有生存的壓力 所以他們在對於民眾的 直接的服務上面 會比較早就開始耕耘跟布局 接下來第四種呢 就是外商銀行 外商銀行包含了 比如說花旗、匯豐、新展、奧勝、渣達銀行 那它的特色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專攻 財布管理、專戶比較多 所以相對來說 有些人會覺得外商銀行 在辦信用卡的條件上比較嚴苛 也會比較嚴格的審核 這個辦卡人的標準 還有就是我們在申辦信用卡之後 你會發現本土銀行 可能給的利息 放的利率比較低 可是外商銀行就相對高很多 可是相反的 因為它是外商銀行 所以它必須要嚴格遵守台灣的法規 所以如果是外商銀行 你就會發現外商銀行 他們其實大部分 如果你要做外匯相關往來的話 他們有比較多 比較強勢的系統 比如說像花旗銀行 是屬於美國的銀行 那它在美國的花旗全球數位上面 就會做到全世界 可以銀手續費的 去通行的資金 那英國的匯豐銀行也是一樣的 就是你可以用一日 甚至一小時內到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快速的往來你的國際資金 那有些更進階的就是 有些人可能會有貿易上的往來 可能也需要銀行的一些協助 比如說像信物狀之類的協助 那可能就還是要看你最主要的往來銀行 有沒有國外的分行 來決定是否適合你做這樣的事 那我想大部分的需求可能會是 比如說我想要出國 我想要換外匯 那其實前面講的八大行庫當中的 台灣銀行跟照縫銀行 你們可以觀察看看 通常他們的匯率 會是最低也最優惠的 那如果說你是喜歡使用網銀 喜歡手機 那我現在個人自己最愛用的 可能是富邦銀行 玉扇銀行跟台信銀行 那這些是我比較常使用的 然後呢 最近因為書換的方案 所以大家有可能會聽到 非常多的補助利息的方案 這個時候反而相反 其實觀古銀行會比較早開始執行 因為他們必須要和政府的政策同步 那民以銀行的話 是如果你未來想要辦 取你的第一張信用卡的話 其實民以銀行它的標準 相對比較低 你比較容易辦到你想要的信用卡 因為大部分的觀古銀行 他們比較沒有這樣子的業績壓力 然後所以相對保守 在放貸上面也會保守很多 分享完以上呢 幾種台灣的銀行的類型之後 你現在已經想好 然後你喜歡的是哪一種銀行呢 其實我覺得 如果聽完這些已經不如薩薩的話 其實也不用想太複雜 可以試試看 先從你家附近的銀行 開始選擇 作為你主要的往外銀行 然後等到使用了一陣子之後 習慣了之後再去看看 有沒有更適合你功能的銀行 這樣就會是最好的 因為我覺得 銀行其實是滿吃地獄性的 如果在你家附近 最方便的銀行 其實說不定就是最適合你自己的銀行 最後我想要問大家幾個問題 分享給我你們到底 現在往來的銀行主要有幾家 A.三家以內 B.三到五家 C.五到十家 B.開放回答 就是你們可以分享給我 你們自己手頭最喜歡的銀行 是哪一家 然後你為什麼喜歡這家銀行 告訴你們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的內容 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